这边很多这种树啊 都被切了一个V字口 下边放了个塑料袋 不知道是在接什么 大家如果有知道的 欢迎评论留言 我看的这树 这不就是普通的那种松树吗 神龙明圣板木营 文石古迹任远行 大家好 我是任远 现在我所处的位置 是江西省吉安市集水县黄桥镇 在我的背后是一个文宝碑 省宝 杨万里木 那么它又有哪些精彩的故事 弹幕扣6 我们准备 发车 在我们的左侧 这就是江西省吉文宝碑 杨万里木 1987年12月28日公布 然后再往前走 就是一些台阶 我们需要爬上台阶 才能到杨万里木 旁边有两个营莲 自有二圣玉金 不用千秋十笔 走到这时候 咱们就能看到 它的旁边是有石像生的 然后咱上去看看 这些石像生有什么 在一个不为人发现的角落里 这个是一个住处石 说明这里应该原来是有滑表 或者是有建筑的 这个就不好分析了 我觉得应该是有滑表 或者叫旺柱 在我的正前方 第一个石像生 就是石阳 也是憨态可居 第二个蹲聚的 应该是石虎 但是我仔细看了一下 它这个后面没有刻尾巴 没有尾巴 大家能看了吧 没有尾巴 应该是石虎 前面这个小的就好立了 这就是一个石马 马单子 留了一个小分头 然后在前面这个地方 就是一个石翁重 看它现在这个样子 这里应该是一个剑柄 这应该是个剑柄 应该是个五官 但是也看不出来了 没有头了 在我的正前方 就是宋阳宫万里之墓 前面有石箱炉石宫桌 在这个墓碑的后边 就是杨万里的墓 然后在上面 大家看到有一个那种碑呀 写的是宋礼学 杨文杰功 神道碑 现场基本就是这个样子 接下来我们聊聊杨万里的故事 公元1127年 杨万里出生在一个穷苦家庭 母亲在她八岁的时候便去世了 但是她有一位平凡 但伟大的父亲杨福 平凡在于食物都给了双亲 伟大在于杨福酷爱读书 正是这样的文化氛围 让杨万里从小便熟读各类诗书 少兴24年杨万里终于进士极地 这一年可以说声援质量很高 陆游张孝祥 范成大 于允文都在其中 原本的状元是秦桧的孙子秦勋 但是宋高宗大笔一挥 状元成了张孝祥 进士极地后的杨万里 被分配到了江西干州 做私户参军 成了当地掌管户籍赴税的基层公务员 后来杨万里被调到了永州零零当县城 知县是老大 县城是二把手 俗话说一山不容二虎 县城的定位也很尴尬 不过巧的是 主战派领袖张俊 因为得罪了墨奇谢等人 被贬在永州居住 这个张俊是文官 而跪在岳飞墓前的张俊是武官 经过多次求见魏果后 终于在张俊儿子也就是岳路书院山长张南轩的引荐下得以一见 此后入室不久的杨万里内心得到极大鼓舞 回到住处将书房改名为成斋 后来索性以此为号 终身不忘张俊的教导 岳未到成斋 先到万花川谷 不是成斋无岳 隔一庭修竹 便是坐于此时 后来宋高宗把皇位善让给了赵慎 赵慎可以说是南宋最有名 也是最贤得的皇帝 就是我们常说的宋孝宗 这一善位之后 整个朝廷进行了大洗牌 张俊就被调到了临安当宰相 因为张俊的推荐 在永州待了四年的杨万里 也被调到了临安 但是非常的不幸 影响杨万里一生的慈父病重 不久就去世了 按照宋朝的制度 杨万里需要在家里扶桑三年 等到他再次出任的时候 他就去拜访了当时抗金名将 于允文 并且上书了千绿册 这个千绿册里面 他是论述了靖康之时以来的经验教训 并且去归纳总结出来了强国之道 他这一篇千绿册可以说慷慨激昂 这也展示了杨万里的报国之心 后来也是因为这一件事 就被于允文给点赞了 于允文也是文官 因为采石纪大战以一万八千兵力 大败十五万金军而名声打造 可谓给废囚多年的大宋长了点脸 毛主席曾经评价于允文说 伪哉于公千古亦人 而杨万里的千绿册 由于政论中的思想过于激进 还是不能被重用 不久之后就做回了县官 然而当他刚一上任 正逢天下大汉 老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很多百姓因为税妇被关进了大牢 杨万里很快摸清内幕 下令将百姓释放 并严令不得粗暴对待百姓 杨万里此举深得民心 大家配合他完成了交税任务 这让杨万里的做法成了各地学习的典型 又成像于允文听闻此事后 非常认可杨万里 于是招他为国子博士 从此之后他就在京城任职 后来张俊之子张南轩得罪了于允文 被排挤出京 张俊和于允文是杨万里仕途中影响最大的两个贵人 此时张俊已逝 于允文风投日盛 正常情况下杨万里是不会得罪于允文的 但这一次他却挺身而出 专门置信于允文替张南轩鸣不平 虽然没有改变结局 但杨万里的一身正气 还是赢得了朝廷上下的一致好评 此后他的仕途开启了火箭模式 转展于京城 广东 江西 江苏 福建等地任职 并且成为了赵敦的老师 此时杨万里的诗 那是相当的大气 接天连夜无穷碧 映日荷花别样红 就是写于此时 一切看似发展的很顺 直到纯熙十五年的佩享高庙 杨万里觉得非张俊莫属 结果得罪了宋孝宗 因而被割去职位 改任君州 大体就是现在的江西高安 纯熙十六年 孝宗三位给了赵敦 也就是宋光总 杨万里也被召回京 他是一个月内连上三道奏折 好在光宗是杨万里的学生 不讲条件 悉数是行 少溪元年 金国的使者又来南宋收年费了 所以朝廷派遣杨万里 接他们入境 在路过苏州的时候 杨万里写下了那首非常著名的 《博平江百花州》 无中好处是苏州 却为王城得胜由 半世三江五湖赵 十年四伯百花州 岸旁杨柳都相识 眼底云山苦见流 莫怨孤州无定处 此身自是亦孤州 可以说杨万里漂泊的一生 却不忘自己的报国之志 浩然正气的他 确实就像他自己所写 就是一艘孤州 一一九四年 韩托骤与皇室宗亲赵如鱼联手 密谋发动政变 逼迫光宗退位 扶持太子赵阔登基 史称宋宁忠 身为光宗旧臣 杨万里对韩托骤之流痛恨至极 又因为发铁钱问题 杨万里回复了六个字 民不辩不奉赵 韩托骤很生气将杨万里贬去干州 杨万里也是干脆 直接辞去官职 领了一份闲差 回到家乡积水 这时的杨万里已经六十五岁 躺在院子里无事的他 写出了小河财漏尖尖脚 早有蜻蜓立上头 后来韩托骤的私家园林落成 邀请杨万里坐骑 并告诉他文章写好后 立马可进中书省 杨万里断然拒绝说道 官可以不做 文章绝不会写 虽然韩托骤怨恨杨万里 不过大家看看杨万里后来的追风 就知道韩托骤并没有对他下手 但是独断专权的韩托骤并没有看到当时南宋的国士立足北伐 甚至启用了写出 罪理挑灯看见 梦回吹脚连营 一辈子想要奔赴前线的新契纪 奈何六十八岁的新契纪还未大展拳脚 便含恨先世 这消息传到了杨万里耳朵里 一听说朝廷还要北伐 他再也无法淡定 给朝廷上了一封折子 在这封奏折中 他强烈谴责了当权丞相无视民意 一意孤行 留下一句五头颅如许 报国无路 唯有孤愤 不久 他便在忧愤中刻然尝试 享年八十岁 一次旅程三五故事 关于杨万里木就为大家分享完毕了 那么这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有喜欢远视频的 记得点赞关注评论转发哦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